欢迎回到华语新闻 邀兰基金公司执行长 纳兹林哈山的命案 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死者的妻子和两名妻子 今天清晨遭逮捕后 随即在下午押往法庭面控 三人连同一名在逃的印尼女佣 面对谋杀罪名 44岁的乙双沙米拉 和两名十六合13岁的儿子 今天早上6点45分 在住家招捕 三人随后在下午2点 在巴达林在野推市庭面控 两名未成年被告还身穿笑衣 在犯人栏外领听控词 虽然印尼籍女佣伊卡瓦裕 已经离开我国 但她在缺席的情况下被控 根据控状 三人被控在去年6月13号11点30分 和6月14号凌晨4点 在雪州珍珠白沙罗的住家单位 和印尼女佣杀害纳兹林 触犯刑事法典第302 谋杀条文 及第34同谋条文 罪成唯一刑罚是死刑 推示同意 将案件转移到高庭审理 并由高庭则定过堂日期 副检察司也向法庭申请停令 禁止媒体公布 两名未成年嫌犯的身份 去年6月14号 38岁的纳兹林被发现 烧死在住家 当时怀疑是手机在充电时 电池过热爆炸 不过二度解剖报告却显示 死者头部承受重创致死 而非早前所指的烧死 才让这起命案崩溃路转 内情一一曝光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